詞曲 李宗盛 我有很多的小紙條 上面寫著我的想法 然後很多的故事 都還沒來不及寫 如果自己的那種快樂 跟不停地有嘗試 新的試驗在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光彩 會從你的戲裡面透露出來 那這種東西才會影響到看的人 寫東西一定會寫自己 最熟悉的一些地方 我寫書店的時候 我覺得很自然會寫成品 那我一定是常常寫 我們一定寫這個 蹲蘭店 然後那個景深他們那個位置 我覺得很好的調動 所以一轉 立刻就非常的好 而且我也不影響到其他的讀者 他們在那邊看書的人 買書的人 他們照樣還可以做他們的 我們就在那一角 所以非常非常滿意你 那是因為我真的可能 是對成品的熟悉多了 殷山這個劇本 這個故事來得非常非常特別 就是突然間就蹦出來了 我本來是要拍 我下一部要拍的戲 結果我反而先拍了這一部 所以 事實上很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 那就順其自然 很明明 不見